凌晨一点多 一对男女站路边交谈 没想到这时 三名黑衣男突然冲了出来 驾驻男子直接强压上车 紧接着去车离开现场 独留女子一人在原地 当街传出路人案 也让附近居民心驾驾 路人当下女子站在一旁 看起来丝毫不慌 原来都是一伙的 新北树林一名23岁灵性男子 日前接到黄姓前女友的电话 说想复合约在大安路上见面 他激动的开车赴约 但没想到却是个天大陷阱 原来黄姓女子伙同了现男友 守株待兔等在一旁 趁他一道将人强压上车 用手铐将人靠住 再往山区持棍棒刀屑 独打恐吓 抢到他身上的三千元后 再把他载到山下丢包 坐继承车扬长而去 男子脱困后赶紧就医 警方调阅监视器 12小时内火速将涉案犯嫌 全数拘捕到案 查扣空气枪开身刀收铐 驯后依强盗 妨害自由伤害等罪嫌 一送正办 记者叶维林范雅新北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 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探动社会 大众关心的议题 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 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哦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